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部同性男生的爱情故事 两个青春年少的花样少男 一段纯洁美好的校园恋情 粉红泡泡满天飞 仰眼又有趣一上线 就成为网络爆款 黄景瑜和许位周也迅速爆红 像泰国小青新电影《鲜罗之列》 里的玛丽道和小屁一样 成了备受网友追捧的国民男男CP 不过这样一部尺度和话题 都比较敏感的作品还没有播完 就被勒令下架 两位主演也遭到了封杀 在主流荧幕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从一夜放红到被冷藏封杀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 黄景瑜和许位周两位小鲜肉 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上演之后 许位周发行了首张原创专辑 然后在中国北京 深圳 上海 韩国首尔和泰国曼谷 谷得举办了亚洲巡回演唱会 成为第一位在韩国泰国举行公开受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 走的是音乐这条路 未来可妻儿黄景瑜在2018年 可以说是全面爆发 先是何张义 杜江等主演的《红海行动》 在贺岁荡脱颖而出 其后和人气小花蛋送且合作的又一部网剧 结态千岁大人的出面收视飘红 还有与陈学东 王嘉尔等组成的奶爸团在中医 放开过北鼻三中的暖心表现 也圈了不少粉 如今 黄景瑜又搭上了韩寒和沈腾两位业界大嘎 以后真的很看好他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il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